一场雨之后 春天就过去了 幸好 我们留下了关于春天的四个片段 其实今天这个体验呢 是因为Roy跟Sue上次来日本的时候 住在了这个听记先生的家 夫俩特别好 所以这次带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在他们家做便当这么一个经历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了 我现在双手捧着蛋液 就像小学生一样 双手特色泡的 这个要一点一点的倒 然后你轻轻的把它们都给摊开 不知道大家隔着屏幕 有没有闻到这个味道 我们现在正在装盘 在装盘的时候 我们捂到了很多的人生隔离 比如现在装的太满 但本人已经放不进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打包好便当 穿过房东家的这个特别漂亮的小院 准备去在樱花树下吃便当了 我觉得做这种便当的意义呢就是 虽然可能过程有一点点繁琐 但是让吃的人能够感觉到 你做便当时候的那种心意 其实是最难得的 所以我捏的时候 手心的温度 但愿也能传到你的胃里呢 你的脸放辣椒了是吧 今天是京都的樱花满开之后 天气非常好的一天 所以我们又出来拍照了 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一个 非常有日本风情的拍摄点 就是列车家樱花的组合 现在我们正在蓝店的宇多野车站 作为阿猴得力的小帮手 我现在已经在地图上 用我碎裂的屏幕查到了 等一下那辆车会从哪个方向来 而且可以看到它确切的行驶路线 而阿猴已经完成了它的守株待兔 很尴尬 现在显示好像已经离开了我们这里 但是刚刚并没有车经过 怎么样 我马上分享一下拍摄心得 车经过得非常非常快 因为如果你现场对焦 可能会来不及 我的方法是先对 我想让那个车出现的 一个位置的铁轨 我们现在远远看去 能看到前面那一片 就是樱花隧道了 等一会儿就期待那辆 粉紫色的小车 快起快起 没有想到吧 天黑之后我们今天的上鹰之旅还在继续 我们现在来到了高台寺 这里有樱花季限定的夜间参拜特别表演 我还蛮期待这个的观赏之旅的 好 让我们走吧 原来走进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一本鹰和枯山水 这边我们有一些灯光的表演 我们现在出来开始看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巧妙的 因为它在那枯山水上 投入了一些 有点像是 波光林林那种涟漪的那种光辉 就会感觉好像枯山水活了起来 我觉得它那个夜莺就是突然亮的那一下 很有意思 就像樱花就是突然一下就满开了 然后顺便又掉了 就有那种感觉 说实话本来买票的时候呢 我以为这个高台寺的夜莺 就是只能观赏那个一本鹰 还有那个表演 没有想到高台寺所有的景观 都开放参观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在夜间的竹林中徜徉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高台寺夜间参拜出来的 这边我觉得大概能给到四颗星吧 今天是我们在京都赏鹰的最后一天 我们挑了一个叫做福建石石洲的小船 在粉色的鹰和盒上徜徉 我们一会从这个地方出发 沿着这条橙色的线 走 绕一个大西子 然后到这就输不去了 因为那里有些水坝 然后我们就在原路返回 一个风景看两遍 我们现在大概坐船坐了十分钟 老板让我们下船了 而且还给了一个黄牌 我们看地图觉得这里 好像有一个三角形的饭团岛 所以我们在这个岛中游览一下 15分钟之后 再拿着黄牌继续上船饭团 其实上周末的时候 我们来了一趟中树岛 当时樱花开得特别好 所以说我们才订了这个船 想说在一片粉红的河流里漂游 不过因为前几天 京都下场大雨 这次我们再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樱花已经落得很多了 果然 欣赏樱花的时间 只在那么一瞬间 过了就没有了 但是至少 我们一起记下了这个春天 感谢欣赏横花的时间